教会是一个共融的团体 这个团体如何形成呢? 这里后面最顶的玻璃很有意思 有三角形的 这个启示是来自耶稣基督 所以中间下底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上耶稣说 我将我令人交托给天父 看到他一生来这个世界 就盛行天父的旨言 其中他就说 你们要喝这个杯 吃这个圣体是为了纪念我 所以当我下底的大祭台 就说每一次我们举人的时间 不单纪念耶稣曾经做过一切 而是在这个时刻继续发生的 所以这个呢 藉着我们能够听圣言 能够领圣体 能够建立一个共融的圣事 一个奥体 所以这个基础都是来自天主圣三 然后下来就有很多群众 大家看到周围的 这个所谓的桂椅 那些教育就在这里 参与去赞美天主 去歌颂 还有能够领受圣体圣事 所以是一个很开心的时代 所以我们说 教育也是一个共融的团体 是来自这个信用的根源 来自天主圣三 是来自天主圣地 我们来自天主圣地 来自天主圣地 来自天主圣地 感谢观看